另外在秀林乡,秀林乡公所109年模范父亲及模范乐序的表扬活动 31号是在秀林乡水源村的多功能聚会所来办理 秀林乡长王玫瑰特别表扬了各村的模范父亲和模范乐序 同时也祝福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在父亲节的前夕,秀林乡公所109年度表扬模范父亲及模范乐序活动 31号在水源多功能聚会所扩大办理 秀林乡的王玫瑰 秀林乡名代表会副主席来惠美 秀林乡名代表邱惠英,林俊雄,金允乡,王哲元,成龙和9个村民的村长 以及村民们来欢迎这一年一度的盛事 活动展开之前,秀林乡的王玫瑰则是向大家一一握手致意 除了向村民们打招呼之外 同时也和模范父亲和模范乐序们一起合照 把握好时刻,留下美好的回忆,把它记录下来 秀林乡长王玫瑰支持的时候 除了用国语之外 泰鲁格出的足语可以说是难不倒他 就是要感谢爸爸们对家庭的付出 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 我相信今天受到表扬的父亲也好 月序也好 我相信他们在家庭一定是非常努力 非常认奋 要让自己的家庭过得更好 大家都知道,没有妈妈也更不能没有爸爸 对不对 反正没有妈妈,其中一个没有妈妈或其中一个没有爸爸 这个家庭应该是不会很完整 所以要有妈妈更要有爸爸 因为爸爸长年来,经济的资助使爸爸是要最兼顾 要固守的 如果没有爸爸在外面去找工作 让自己的家庭经济好一点 我相信一靠一个妈妈也不行 所以妈妈在家里,几乎都是在家里 拳助家里的大小事务,爸爸几乎都是在外面找钱 让自己的经济更好 所以在这里 我诚心地向各位爸爸说声 父亲节快乐 也向我们的月序 父亲节快乐 也向我们在座各位警示爸爸的各位村民 在父亲节前,向你们说声,父亲节快乐 他把他说的,我们应该开始做孤岭的资助 他应该要趁着孤岭的资助 他应该要趁着孤岭的资助 我们看到孤岭的资助 所有训练下的网民贵 则是一意表扬父亲们和模范游戏们 来自圣感谢赚礼金和一束鲜花 来表达熊相公所肯定大家的辛劳 村长代表们和家属们也和爸爸们合照 31号的祝福可以说是相当的感人肺腑 对爸爸的感谢 大家用笑容来回馈父亲姐的辛劳 记得喜欢熊相公老